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半导体市场在2022年,试创历史新高的一年 总收入达到5957亿美元 越高于2021年创下的592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但为什么感觉2022年很艰难? 据Evertic报道,尽管2022年确实是创纪录的一年 但矛盾的是,根据Omdia的最新研究 半导体市场已经连续四个季度下滑 这让人感觉根本不是创纪录的一年 2022年第四季度,市场与上一季度相比下降了9% 这是当前低迷时期的最大跌幅 2022年第四季度收入为1324亿美元 仅为2021年第四季度1611亿美元的 季度记录的82% 所有主要应用领域在2021年的销售额 都至少增长了10% 从增长11%的有限通讯 到增长36%的消费电子半导体 另一方面,2022年创纪录的收入洗油参半 汽车半导体市场同比增长21% 另一方面,由于对PC和其他应用的需求下降 数据处理部门同比下降6% 正如OMDIA和许多其他公司所指出的那样 记忆体市场受到当前经济低迷的打击最为严重 只需将2021年第三季度创纪录的465亿美元的销售额 与2022年第四季度的销售额进行比较 后者仅为241亿美元 占总销售额的52% OMDIA的DRAM高级首席分析师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记忆体市场销售额的大幅下滑有多重因素 首先,随着大流行的结束 IT需求迅速下降 其次,由于记忆体制造商在需求拐点处的投资 创历史新高而导致库存过剩 最后,宏观经济收缩 各国央行加息导致IT需求放缓 特别是2022年第四季度 由于供应商试图扩大销售 以减少过剩库存,价格大幅下跌 预计这一趋势将在今年第一季度继续 收入排名前两位的半导体公司仍位居前两名 但他们的总收入比2021年减少了近240亿美元 记忆体公司SK海力士和美光双双下了一个档 让高通和博通上升了一个梯队 AMD在排名中的位置月升幅度最大 比2021年上升了三位 但这主要是由于该公司收购了赛林斯 后者增加了近50亿美元的收入 与此同时,晶圆代工龙头台基电近日参加外资投资论坛 市场聚焦在海外投资 生成式AI去库存化等议题 在海外投资部分 美国晶片法案提供390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补助方案申请 但要求企业分享超额利润 且不能把资金用于发放股力或买回库藏股 台基电对此表示 拓展全球制造足迹是依照客户需求 虽然其使成本较高 但有能力吸收海外晶圆厂较高的成本 预期五年后海外产能将占28奈米 即更先进制程20%以上 台基电2023年条涨成熟制程晶圆代工价格6% 不过近期市场传出晶圆代工价格 可能在第二季下滑的消息 台基电对此表示不予评论 但价格会有策略性考量 重申台基电的定价将维持策略性 以反映应有的价值 其中也包含在地域上的灵活性价值 台基电表示 预期半导体生产链库存将会在上半年完成去库存化 库存水位会回到健康且正常的季节性水准 下半年试矿会和缓复苏 台基电因先进制程领先同行业 渴望较产业更快且更早进入复苏阶段 法人看好台基电下半年 营收将优于前年同期 且有机会逐渐创下历史新高 有关近期当红的Chat GPT等生成式AI应用 台基电认为会带动高效能预算 HPC相关晶片的结构性需求成长 因为HPC处理器需要采用先进制程及先进封装 台基电在这两大领域具有领先地位 客户群体包括IC设计厂 系统厂 大型资料中心业者等 所以渴望受惠于生成式AI市场的成长 未来将带来更多绘图处理器 GPU 可程序逻辑闸阵列FPGA 特殊应用晶片 ASIC等晶圆代工需求 而这些晶片 无一例外都要用到比现在更先进的制程工艺 据台湾工商时报3月中旬报道 未来5年内 台基电在台湾建设的三奈米及二奈米晶圆厂 合计降于10座 以先进制程月产能三万片晶圆厂投资金额 约200亿美元估算 总投资金额将超过2000亿美元 并且带动包括材料 设备等供应链厂商发展 台基电看好三奈米制程世代将 会是另一个大规模 且有长期需求的制程技术 台基电日前法人说明会指出 尽管库存调整仍在持续 但已观察到三奈米N3制程和N3E制程 借由许多客户参与 量产第一年和第二年产品设计定案数量 将是5奈米N5制程两倍以上 台基电三奈米制程技术 无论在PPA效能功耗及面积及电晶体技术上 都已是全球半导体业界最先进的技术 因此台基电预期客户在2023年 2024年 2025年计以后 对三奈米制程技术 借有强劲需求 而台基电 以全力拉升三奈米产能 下半年将可带来明显营收益助 台基电三奈米生产重镇以南科Five18厂区为主体 已完成Five18厂区第五期至第八期 共四座三奈米晶圆厂 未来将是市场需求决定是否兴建第九期的三奈米晶圆厂 而台基电已宣布将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Five21厂区 兴建第二期三奈米晶圆厂 预估2025年之后可以进入量产 至于台基电正在准备的二奈米晶圆厂 预计会落脚在新竹与台中科学园区 共计有六期工程 以按计划持续进展中 根据台基电公布资料 台基电在竹科宝山二期兴建的 二奈米超大型晶圆厂Five20 将会兴建第一期到第四期 共四座晶圆厂 台基电正在争取中科台中园区 扩建二期开发计划的建厂用地 在取得用地后会再兴建两座二奈米晶圆厂 今年1月台基电总裁 魏哲嘉在法说会上公布了三奈米 以及二奈米技术的进展 魏哲嘉称三奈米于去年第四季度量产 高效能运算及手机客户需求超越供应能力 2023年将全产能生产 升级版三奈米工艺N3E制程节点 也将于今年第三季度量产 魏哲嘉表示 三奈米及N3E制程今年合计 将贡献中个数百分比约4%至6%营收 营收贡献将高于五奈米制程量产 第一年的贡献 客户产品设计定案数量 也将是五奈米的两倍以上 二奈米进程上 魏哲嘉指出 进度比原先预期来得好 维持风险市产2024年 量产2025年 据悉 台积电的二奈米技术在相同功耗下 相比三奈米工艺的速度快10%至15% 相同速度下 功耗降低25%至30% 总的来说 台积电预期在产能扩充及技术推进下 加上5G及HPC大趋势不变 预期未来几年的合并营收年复合成长率 CAGR达15%至20%目标渴望达成 长期毛利率可达53%以上 持续性且健全的股东权益 报酬率ROE会优于25% 并为股东带来盈利增长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